大家好 我是凱文 歡迎大家收看TECKLORD 今天凱文能力跟大家介紹 由NZXT推出了中階的電腦機殼H230 我們很高興能請到NZXT的阿中 來為我們介紹這一款機殼 請現場的觀眾朋友來幫我們拍一下掌握 加油 好高喔 我要去抬抬 是的 我們知道NZXT有推出過了像幻影系列的機殼 在玩家當中非常的肉類討論 還有非常的有知名度喔 而這一款是H系列的H230 我們請阿中來幫我們介紹一下這一款機殼的特色的地方 那我們H230的部分基本上是延續我們先前推出的H2的概念 把它稍微再做小一點 讓大家更能夠負擔得起 前面的設計基本上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風格 但是再簡單至於我們也在前面加了一條杜落的飾條 跟一個霧黑的一個小小的一個缺角在這邊 讓它有一點個性存在 所以我看到那個I-O的擴充在上面 對 I-O擴充槽上面是在上面有兩個USB的3.0 那所有的基本上電源全部都是在上方的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它的胎蓋方面非常的特別 所以片式的一個前蓋 那在內裡的話就是有一個 有三個5.25的擴充槽 還有在下面就是可以有一個風扇進風的一個地方 那因為是一個精英的機箱 所以這個有一個門的設計的話 可以讓它的聲音比較不會吵就對了 那在蓋起來之後呢 這個側邊跟下方也都有一進風的一個設計 可以幫助散熱的部分這樣子 OK 好那我們現在請接著來看一下這款機殼的背面的設計 整體上這款機殼就是非常的俐落 然後呢非常的簡單 大方 那背面的部分的話也是有一顆這個十二的風扇在最上方 那這是一個中型的Mid Tower的設計 所以是一個是有七個這個PCI的擴充槽 七個好 對 你要算一下嗎 一顆三個七個 對七個 沒錯 那下面就是我們就是我們的電源的一個 就做這種下肢電源的一個設計 那電源的下方也是有做一個有濾網的設計 可以幫助就是在西方的時候有一個這個 就挑高的一個設計 對對下面有挑高 對 好我有看到背面有兩個就是水冷的孔 對 對這就是它可以讓你如果你有要做晚間的水冷的時候 可以有一個擴充的可能性 好 那這一款來學二三年呢 它非常特別就是它的在精英方面的設計 那現在我們就開蓋了大家看一下它裡面的內部的設置 好啦我們現在打開它的側蓋 我們看到了很多靜英的設計 兩邊都有兩側都有 好現在我們看到了就是這款H230它的內部了 我們來接受一下 那內部的部分所有的三個5.25都有這個 那個工具的設計 所以只要簡單的這樣拉開來 從前面滑你的光碟機或者是風扇控制器等等之類的東西 然後 所以都不需要螺絲 不需要螺絲 然後再把它 再把它扣回去 就可以了 鎖住了 對 固定住了 那我們在硬碟架的部分是可以安裝六個硬碟這樣子 那這一個中間的這個硬碟架呢 是可以抽出的 是 另外一面有螺絲鎖住 固定住 所以平常不會懂 所以這樣就可以加長的顯示卡 對 可以加顯卡 或者是你的風扇在這個風流會更好 好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它的主機板支援方面的是 主機板的話 就是ATX的主機板 或者是Micro ATX 或者是那個 Mini ATX 對 OK 好現在我們來看一下另外一站的側邊 看一下 好的 阿里面有看到有時候有很多這個 修陰年的設計 那 這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剛才有提到有六個這個硬碟的槽 那所有的這個硬碟都是從這面出來 那因為接線的部分都在這一面 所以我們 我們的設計是讓你在拆硬碟的時候 只需要拆一面的側板就可以了 那 這邊有兩顆螺絲就是固定住上面這個硬碟架 在你保留這個部分的時候 它是一個比較穩固的一個設計 這樣子 好那我們現在就抽出一個硬碟架 來示範一下 它這硬碟架的溫泉都不需要螺絲 就可以安裝你的儲存設備之類的 就非常的方便 好 那 呃 前面是可以裝兩個這個12的風扇 那你的原廠就是內附一個 在裡面 然後也附有我們的這個配件卡在這邊 配件卡在這邊 對 熱力 那背面也有一個程度空間 因為是比較中階的機殼 所以像整件空間還是有 雖然說沒有這麼大 但是也是可以讓你 所有的東西都走在背面 背面這樣 這樣子可以讓你的機殼內部 就空間更好 OK 好啦 今天也是要介紹我們今天很高興請到NZXT的阿忠 為我們來介紹這款H230 那我們再請現場的我們的觀眾 幫我們拍手一下好不好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TAKELU請了就是 我們的好朋友來一起幫我們介紹 今天也要這樣介紹囉 如果大家對這個產品或是我們TAKELU有什麼想法 請在大家下方多多留言讓我們知道囉 然後下方有連結 連結到我們的Facebook Google Plus 還有我們的TAKELU的網站囉 那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凱文 你是 阿忠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